民進黨朋友一直說 國民黨這這幾個月一直打民進黨黑金黑道 然後是國民黨在栽贓污衊 我必須說台北市黑道問題 一開始是官長講的是黃國昌講的 後來是民進黨籍立委叫何志偉講的 回到台南的議題一樣 黑金黑道 國民黨當然有講啊 問題是民進黨籍陳立芬委員 也直接在那個民進黨接他報告的時候 公開指責說黑金黑道問題解決了嗎 所以你說這個議題到底是誰去認證這事情的 今天如果一個巴掌就拍不響的 所以當民進黨認證之後 我們回來看這個案子 我們看這林世傑 他其實是很重要 在台南是地方很重要 他是這個余會的一個理事長 他當時他說他把這剛剛 剛剛主持人有講到把方一峰請走 民進黨朋友跟我說沒有啊 他們就勾肩搭配 就一起走上車 哪叫爐走啊 不要說不要這邊栽贓大家 但你要去思考一個國民黨籍的議員 在議長選舉投票前夕 台北市議長選舉 我們是甲級動員的 我們是沒有人不能不敢不到 但是一定要到的 這為什麼就是要支持我們 我們的候選人 所以今天有一個他後來號稱 可能是余會理事長而已 把他放上車子上之後 然後他立馬的退出民進黨 我要問各位啊 你如果沒有做虧心事情 如果你覺得你的形象不會損及民進黨的話 你退出幹嘛 你當然就說我支持民進黨啊 我就在民進黨在台南最大的樁腳啊 所以其實台南不管是這件事情 還有這個台南學長盧渣的案子 太陽能光電黑鏡的案子 還有這個綠能蟑螂的這個弊案等等啊 其實包含最近他經發局長 這個陳凱玲被匿名指著 有六件具體的一個市政 指他可能有這違法貪污的事情 這麼多事情 現在市長叫黃偉哲 之前市長叫賴清德 如果過去身為台南人是一個俯成文化 大家覺得小事很引以為龍的一個台南市民 現在他們最害怕的事情是出去說 每個人都說 欸 台南市你市民你走在路上 你需不需要請保鏢啊 如果你面對一個台南市民 這樣子去問他的話 身為台南市民的 你會不會覺得很羞恥 會不會覺得很汗顏 為什麼在民進黨長期執政的台南市底下 會發生這樣子黑道黑機把持市政的一個問題 好不好 老師 你這個台南 台南人 你怎麼看你台南 我覺得台南的政情啊 千絲萬縷 理不清的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我昨天才跟謝龍介談過 連謝龍介也搞不清楚 所以這個是這樣 你覺得台南的黑道有幾股 我覺得超過三股 互相指來指去 你是黑道 對方說 我比你乾淨 你難道不黑嗎 所以這個光電案 爐渣案 真的搞得大家都真的是沒有一個乾淨的人 那我建議這樣 我覺得黃偉哲你是脫不了身的 而且你知道的內情 你的痛苦 你的為難 你清楚得很 我建議黃偉哲辭辭 辭辭 然後統統一五一十講得很清楚 我覺得黃偉哲的政治前途還在 大家感動嘛 你不要忘掉 你不要笑 那個費達委員一直笑什麼 我跟你講民進黨的本錢 就是要讓人感動 這個是一個辦法 然後呢 我認為賴清德沒有辦法處理台南 因為你是局中人 你是自己人 我覺得賴清德應該透過葛魁 或者透過總統 請這個法務部派最霹靂的 最厲害的檢調單位進駐台南 然後通通清除很乾淨的話 這個功勞還是會歸到賴清德 老子 你覺得你有可能嗎 我不曉得 十一月十一月十號到今天 我先聽我講 我現在建議他們 你怕了嗎 我沒有怕 我為什麼怕呢 你沒怕民進黨接受我的建議 但是我告訴你 民進黨不會的 因為你接受 因為這樣就會接受你的意見 因為民進黨順你為靠仇 他不接受 我還得要講 我跟你講 你看中國歷史以來 哪一個忠誠知道人家會接受他 他明知不可能 他還是要講 不行 就投僵自殺 要不然就切服了 黑金 黑金跟錢 黑金跟錢是永遠綁在一起的 我要跟各位報告 我在這個節目今天是第三次講 88槍在台灣的治安史上 還曾經有過嗎 沒有耶 88槍到現在 主持人 8槍就了不起了 50天了 50天了 抓到開槍的人2萬塊交保 這裡面沒有問題嗎 我再講 蘇貞昌對以前高雄跟台南的 警察局長那個兇悍 發生一次槍起來立刻撤換 88槍他一句話都沒講 我猜一句話 聽我講完吧 88槍一句話 這裡面就牽涉到賴清德時代 跟黃偉哲時代的利益糾葛 大家知道就是盧渣嘛 盧渣是發生在賴清德時代 剛從人家說賴清德你明年要選總統 最大的考驗就是台南的黑道 台南的黑金 你要怎麼跟大家來說 我要去除掉 搞不了了 你看搞爐渣的被開槍的那個人 跟這個林世傑 跟他們綠營的政治人物市長 這勾勾搭的 其實不能講勾搭 就是一體的 我跟你講 民進黨的黑金 你不處理啊 台灣人家想說 你會台灣是政治親民 我不相信 88槍50天 50天 你警察都不動 我跟你講 以台灣的警察的實力 要想要破這個案子很容易啦 我跟你講很有趣的 大家都喜歡強調88槍 他強調了兩次 其實88槍不重要 88 聽起來很聳動 8槍重要 因為88槍就是表示他無意要殺人 他亂開的嘛 他這個是 他這個是黑頭的 沒你怕 我只要抬你 我抬你怎麼抬不下 問題是開槍的人是黑頭 被開槍的也是黑頭 還有另外的黑頭在旁邊看 這麻煩在這裡啊 你知道嗎 這麼複雜我怎麼在 富兄 富兄 我跟你講 通常來講他要達到警告的效果 就開個一槍兩槍 就好 開88槍就告訴你 我沒有把你們警察放在眼裡 根本就是向整個警戒 向整個社會來示威 就表示說我底子夠硬 所以我就開88槍 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輸入還是有操的 你這個跟我的解釋 還不是差不多 我解釋比好一點就輸了 就是說在那個台南那個地方呢 就是說到後來不是檢調 比較開始有動作的時候 就一直盛傳說 背後就是中央有人有指示 指示要辦還是指示不辦 指示要辦 但是呢 顯然這個水非常的深 就在於是說 我覺得要問這個賴清德 賴清德你到底有沒有決心 真的要把這個辦下去 它是不是有點這個 畏首畏尾的原因是在於是說 你今天你的人馬和別的人馬 如果這樣子一旦查下去的話 這裡面呢恐怕呢 對呀 活板 誰都對 誰都脫不了關係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到 中間 最後一邊